我都在做了什么 现在是有一个生命的 嗨 我是公式主题之夜修的叉嘴边 你知道日本社会中有一群孩子 从小被绑在家照顾父母 被称为未成年照顾者吗 平均每17位学生就有一位 比如这位15岁的贱人 贱人照顾脑麻的妈妈跟弟弟 回家就是煮饭跟做家事 根本不像15岁 43岁的何爷爷一样 何爷13岁开始照顾生病的母亲 长期压力让他有饮食障碍 只能吃留职食物为生 台湾也有很多未成年照顾者 也被称为亲子化小孩 这些孩子被迫长大 常常不懂也不敢向外求助 未成年照顾者的无声呐喊 周五晚上10点 公式主题制夜秀 一定要看呦